法庭消息 如佛新山一名年轻的宋餐员 为了报复前女友 故意在社交媒体发布前女友的 心爱照片和视频 被告今天在法庭扶手认罪 判罚一万里几 是的 那在登加楼则有三名电照车司机 协助16名缅甸人非法入境我国 今天被控上庭 一旦罪成了 三人可能面对最高五年的牢狱之灾 为了报复前女友 而在社交媒体发布对方的 性爱照片和视频 如佛新山这名年轻的宋餐员 因此被罚款一万令吉 根据控状 25岁的穆罕默凯尔 在2020年1月25号凌晨1点50分 在新山的祖屋单位内 把前女友的性爱照片和视频 发布到社交媒体 被告因此抵触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233-1-A条文 被告今天在新山地庭认罪 必须缴付一万令吉罚款 为自己伤害他人的行为负责 登加楼三名华裔电照车司机 涉嫌协助16名缅甸人非法入境我国 今天被控上刮拉登加楼法庭 三名来自雪兰儿的被告 是在今年5月22号在刮拉登加楼吉兰丹路段 34.5公里处被警方拦截 当局分别在三辆车上 发现16名16岁到35岁的缅甸非法入境者 随即逮捕所有人 三名被告抵触2007年反贩卖人口 及贩运移民法令第26之J条文 罪诚可罚款最高25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监失 法庭暂时不允许被告保外 并责定6月26号在审理保释申请 车中文後 曾经所谓法庭暂时不禁止 并责旦